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情深 我是铃医生 各座潜艇海坤号继去年良上之后 目前正在进行拍港测试 再安排出海测试 并计划在2025年完成战备 中度神聪 触见台湾对海坤号的重视 究竟海坤号对台湾国防有多重要呢? 在农兽数量与中共有一段距离的情况下 台湾海坤如何突破中共在海面上的围台态势 海坤号服役 将给台湾海均突破中共合围 单力三大优势 今天阮山 周同大家一一分析 首先 阮山不能不删用海坤号的高度隐蔽能力 我准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 海坤号潜艦 舰艇结架采用高强度的HSLA-80型钢板 下潜深度至少达350公尺左右 为何要比共军的柴电潜艇下潜深度更深? 根据作战优势 正所谓的灾名我在阿玛 一得潜艦 只要比对手潜得更深 它的潜活率就越高 各防院各防战略和智越研究所所长蘇智雲解释 因为海水下各种不同的水物条件 包括海水的密度、温度、严度的差异 都会造成升纳在水底的传播孔径发生改变 所以 如果能藏得更深 被找到的机率就更低 潜艦就有更多可以逃避偵察的方法 同时争取时间 对敌方出行快速反击 作为台湾首枝自制潜艇 海坤号基本上只有船壳是自己打造的 旅途都是目前国际上的最新装备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次海坤号移出厂房进行测试时 船底下方被网格撞材料细密包裹 不让外界看到 这个到底是什么秘密武器呢 原来 这就是海坤号潜艦质时升纳的位置 质时升纳 这就厉害了 可以用三个定位 正确偵察地人的位置 是先进潜艦的标准配备 而一本传统潜艦 艦首升纳 侦测化为约130度 两枝有盘点 而侧边升纳就尼布了这个缺陷 让潜艇可以对左右两边出人谈查 等同两枝掌握眼睛 大幅特性 更完整的战场感知 个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书后王说 放在舰艦两枝的听音升纳带 阵列多 非常好用 有了它 海坤号不需要再搭载 计算相对麻烦的拖艺式阵列升纳 此外 海坤号采用复合舰航设计 中调为单侧压力学 不受进水时的噪音干扰 这种设计跟强化舰艦旁边的听音升纳能力 完全具备被动升纳能力 这种设计为海坤号达力相当程度的优势 当海坤号在水底柱静默状态时 要发现它的存在 只能透过磁力侦察或主动升纳等有限手都能发现 如果敌方真是用主动升纳去找海坤号 这就等于拿着手电筒在黑夜里四处乱照的愚蠢行为 在对方发现海坤号前 我们的海坤号早就知道对手在哪里了 台船董事长郑文龙表示 X型设计是全新的设计 升约优于现役构式潜立的十字尾堂 X型尾堂可以增加船体的航行操控和稳定性 而且海坤号的螺旋掌为7页 而不是兼6级的5页 此外 掌页面积亦变大 让海坤号的螺旋掌转速更低 在或得推力的同时 又可以减少空式现象 什么空式现象呢? 因为在掌页的高速转动下 容易形成流速快压力低的现象 组成海水气化 导致潜艇后方会出现空式小气泡 而这种空式气泡 粗音容易被敌军的系统捕 暴露好潜艇的位置 因此减少空式现象 就可以增加潜艇的隐蔽性 亦更加安全 海坤号上搭取的作战系统 战斗系统等各方面 都与以往的潜艇大不相同 很多装备都已经数位化 因此整合性更加 虽然劍诺级本身已经是很先祖的潜艇 但海军号当然已经前进了一个世代 整体战力的提升非常惊人 有军事委认为 目前美中海军都已经拥有核动力潜艇 相比之下 作为柴天档的海军号 是不是显得顺色 这倒不一定 核制动力潜艇的核反应楼所产生的噪音较高 例如美军海军级潜艇约95分倍 共军核潜艇一般推估高过100分倍 而海军背景噪音约90分倍 这就意味着核动力潜艇在海军中更容易被听到 而柴电动力潜艇只是电动机运转的噪音 可以低过90分倍 而柴电潜艇能够关机坐底伏击 很难被敌军发现 很少用在伏击行动上 突破中共的可谓泰西战法 根据台湾国防部和日本统合武力监部公布的轨迹图 近年来共军在西太平洋区域演奋的机舰 无论机营和数量方面都大幅增加 共军航艦编队群也开始在西太平洋进行演练 军事专家根据演练模式研判 中共在那里演练围台态势的战术战法 江会资讯委员 同时是总统府葛造前南专案小组召集人 王柱江表示 台湾军方观察共军的军演范围 判断共军将至少有三支河南战斗群 将行围台态势战略 一支部署在台湾东南海域牵制关岛 另一支部署在台湾东北海域牵制美国和日本 第三支放在台湾西南海域 面对这样的合围体势 潜艦部署的最重要策略 就是将共军所在第一岛年内 让它无法进入太平的 从北至南海域对台湾进行围堵 因此台湾的潜艦部队 也将重点部署在这三个海域 在西南海域主要掌握手臂国土任务 而在台湾东南东部海域 乃至苏欧至日本遇纳过岛间的水域 重点在于截断共军突破第一岛年包围台湾的目的 要知道如何封锁中共 首先了解台湾的地理环境 台湾地形合场 缺少港幅幅地 潜艦战力可以让台湾海面防线再向外抗展 同时对共军产生威吓作用 两个地方 艦队受台湾潜艦伏击 这就是台湾军事战略 防卫固守重臣吓阻中的吓阻后果 潜艦活动必须有足够深度的海域 台湾海峡海域太浅 不适合潜艦作战 不过高空西南方海域 和花东东部的海域较深 非常适合潜艦活动 中共近年来 又在这些海域积极搜集潮池水物数据 曾经有机密报告披露 共军在台海周边 能设置伏击区的海域将有16处 这就是共军潜艦可以封锁台湾的地点 在这16处伏击区外 较远的外围 亦在台北飞航程部区边缘海域 还有6处海域适合作为中共潜艦的 预备伏击区 为了应对大陆作战的伏击区 台湾美工的建议下 亦规划10个反潜攻击点 这10个潜艦伏击区落在什么地方 全部落在台湾的东部和东南部海域 大陆国防大航国际军事问题教授李大江对新闻信息部说 从台湾周围海域水物状况来看 台湾东部和东南部是一个大海底平原 大部分海域水上超过3000公尺 算是典役大约作战环境 这16个伏击区的范围大小过2 大约是鱼雷射直的2-4倍距离 而中共的潜艇鱼射程约4海域 这样来计算 最大的伏击区范围亦不超过30海域 李大江特别自信 在东海大陆潭到充滞海槽之间 有几个海底峡谷 非常厉害让柴边潜丹出人坐底伏击 此外基隆和高雄商港附近海域 也是适合潜艇伏击之处 还有 在南岁和六岛海域间 有一处伏击区 台湾偏为第九伏击区 这是中共要封锁全台的重要地区之一 同时也是台湾前南部处的攻击区 一旦开战 这个区域可以说是两方必争之地 另一方面 在台湾东部或南部延伸的菲律宾海 属于深水区 海域廉阔 亦很适合潜艦活动的海域 周年 尾 日 两个潜艦 都在这片海域非常温弱 只要台湾的潜艦一旦进入东部海域 就很难被偵察和涅杀 潜伏在海底 来个关机坐底伏击 会被敌军构成重大威胁 那么台湾又会怎么反潜 除了上面提到的分散部署在十个反潜点 李大江预测 另一个台湾可能采取的战术 是艇幕截击 也就是 在将十只潜艦部署在横街坠 吊完岛赤尾坠 又或者吊完岛赤湾一带海域 进行拦截击 这些都是解放军潜艦封锁台湾的必经之路 由此可见潜艇在护卫台湾方面 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 这就是为什么彩艾幕这么重视潜艦国造 乃琛大力支持一次建造七艘潜艇计划的原因 台湾拥有越多潜艦 就能占据越多优势 也有军事分析认为 海军的价值不是对中国的前南对抗 它最重要的任务是要破坏共军的反介入 区域拒止战略 反介入区域拒止 是一种在作战环境控制进出的军事战略 反介入指的是 阻拦敌方部队进入作战区域 而区域拒止 是限制敌方在作战区域内的移动 因为中共一旦穿越台湾的北部海域 就会对美军发起反介入区域拒止战争 以拖延美军的缺缓 所以海军的另一重要任务 就是制止中共撤断航部 阻止盟友援助的意图 海军壮大了台湾海军失力 在台湾北部 可以与日军联手固守北部海域 阻断共舰进入太平洋的通道 为前来援助的美军船艦提供掩护 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详细论 前南国造计划的召集人 王处江特别点出两条 可能运保路线 一条是从飞到奔东岸 越过巴士海峪 抵达台湾东部的港口 另一条是沿着日本的西南诸岛入来 这两条都是最短的航行路线 只要台湾能够阻止中共 全面封锁这两条路线 就能维持与外界的联络管道 中共要断住民友国家援军的意图 就不会得逞 以台湾目前的陆机反航飞弹射程和潜嵐 要反制这两大海域執行封锁任务的中国舰艇 并不是难以办到的事 台湾当拥有一只潜嵐 就有多一分的把握 军事专栏作家王春明分析 中共军队或者主要以三种方式包围台湾 但是三种方式都有其不足之处 没办法彻底封锁台湾 而且包围网在台湾东部一带有一大破阵 茫茫大海要实施封锁 谈何容易呀 要用多少军难和兵力 是非常浩大的工程 如果台湾再製作潜艦的战力 让台湾海面防潜再向外抗战 对中共来说 封锁或合围 当然是难上加难了 王春明认为 封锁圈越大 空军和破坠越多 部署越困难 台湾的车艦可以选定作为脆弱的一点 如先埋伏偷站 突破中国的封锁网 中国必须无时无刻 维持四面封锁 但是台湾只要选定有利的时间 单独突破其中一点 则能够达成目标 这个将让台湾有作战的主动性 该台湾海军 只得两只剑陆级潜艦 战术温庸和部署的限制较多 日南海冠号正式服役 台湾海军将如虎添翼 中共要在海上实施封锁 将面对更多的风险和威胁 台湾的潜艦守护 加上盟友美 日两个协助 对中共的水面舰队 或是潜艦产生优效的制约效果 这些都是对台湾海军非常有利的作战条件 国防员 国防战略同志愿研究所所长 苏之吻自信 假设美日决定与台湾联手 各个除了可能出动航舰打击国外 还可以划分区域 各自负责不同的战区 例如美军核潜艦 可能在台湾东坡两百里外 烂截中共水面舰 水下核潜艦 日本潜艦 即是可能防卫 九州到宫古岛海域 此外各盟友国家之间 亦可以分享皮质的潜艦生物资料 还有更多盟友和敌军的军力和舰队数据 美国空文退役宗教吉内斯说 一旦两岸开战 台海南北向海运都进售了 台湾和美日等安全利益受威胁的有军 可以派潜艦阻断中国的 海上交通和军用物资保険 迫是北京让步 吉内斯补充说 台湾可以派潜艦守在台湾海峡的南北两端 而日军潜艦和 具备反潜作战能力的船艦 便可以固守宫古海峪 宇那角岛和雕越台 这样便可以完全阻断 共军进入太平洋的通道 为迟缓的美军船艦提供掩护 总之 有物分协助 将大大壮大台军的战斗力量 如果中共试图封锁台湾 结果反而自己被封锁 那真是够了放弃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多谢收睇新冷智能生 欢迎你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